不過大家應該很多民眾都會有感說 像食安問題這樣的重要事件 除了官員說我要承擔責任之外 大家比較想要知道的是 怎麼樣能夠避免下一次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因為大家實在是聽太多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 你怎麼看你會認為說 油的這樣的來源 大家會認為說這次事情發生之後才會知道說 原來廢棄油其實根本是你追不到 你可能並不了解它到底往哪裡去的 這個部分要怎麼讓你來去改善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從每次的食安風暴 可以看到就是說地方衛生人員 他們的人力跟物力其實是很不足的 那你光靠只有說 我們中央跟地方合作其實不夠 我覺得還要再加上就是所謂的 例如說我們結合大學或是各個實驗室 他們可以檢驗各種毒物或是食品 主動他們去市面上進行抽查 那如果覺得檢驗有問題的 就送交給例如說像是地方的衛生局人員 他就可以依法進行去做 這樣子等於是全民建構一個網 那這樣子的感覺的人力跟物力會比現階段 我們光靠政府來講會有效的多 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說 其實機查才是個很大的問題 你怎麼看呢 機查我覺得你看我們這個廠商 不管是從大廠到小廠成千上百萬家 然後你要叫這個地方機查人員 他們可能才十幾個人 或是預算可能只有幾百萬而已 還要去追這一些實在是太困難了 那我覺得說除了像政府跨部會的協調機制 要做好之外 還有就是像實驗室配合來幫忙主動做檢驗 另外還有就是民眾我覺得它可以發起一個 愛家人的一個健康行動 例如說我們全民大家都來當爪爬子 就是只要觀察 臨近周遭是不是有可疑的 例如說工廠或是有異位等等 他就可以主動去檢舉 那甚至包含像我們知道說 像這一次郭烈城的這個收水油事件 就是有民眾去檢舉 然後高雄市的這個檢調人員 他們才去發現 然後才爆發這一起遍及全台 甚至到中廣澳的一個風波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 天馬行空的想法是 我覺得像警察人員 他們平常不是都會去便利超商 或是銀行去那邊巡邏對不對 我覺得是不是例如說 這些工廠外面也要設一個查哨站 然後讓他們散步時去搜尋一下 或者是看他遇到警察第一個 一定都會覺得很害怕 或許這樣子也有一點點 嚇阻的作用吧 對 也許也是一個方法對不對